面对武汉疫情 近日成龙就发动态表示 国家有难的时候 看到全民抗议的勇敢 他非常的感动 全国人民都在义不容辞 卷款卷物为武汉加油之时 大家都希望能尽快研究出特效药 去救已经患病的同胞们 所以他谦虚地称 自己有个幼稚的想法 想拿出100万来 感谢能够研发出特效药的个人或者机构 不想看到本应该享受幸福的 生活的同胞被疾病纠缠 以至生离死别 期待春暖花开尽快战胜困难 意气风发的中国人再次大步向前 看到成龙大哥的发文 粉丝们纷纷点赞支持他的做法 感谢成龙大哥的善心 夸他是有爱心有担当的榜样 其实了解成龙的粉丝都知道 他对祖国的爱是体现在行动上的 慈善公益活动的现场 时常会有他的身影 他本人也曾被福布斯杂志评为 全球十大慈善名人 更凭借自己的能量 号召更多的人士加入公益事业 这样的大哥你们喜欢吗